Hello,大家好,我是蜜蜜,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博德之门3的流程实况公布了 我们来继续啊,上一期我们是在这里打了这个大蜘蛛啊 这个卡尼斯拿了我们的这个小精灵的祝福,皮克精的祝福啊 我们这边战场这边呢,还有一点点的地方没有清完 我们现在去把这些黑影的地方给探开啊 其实大多数的地方没什么东西了啊 但是地图上有黑不舒服啊,我们就把它们给探开啊 还有一两场的战斗吧,在这张图上 然后就可以前往下一个地点吧 这边上面呢,是有一个隐藏的土丘 然后我们先去把这个法阵开开 然后再往别的地方探啊,这样我们团回来会快一些啊 然后上一期呢,给大家稍微的讲了一个这个有关博德之门一代DLC龙毛围攻的一个故事的一部分啊 那我们来稍微的啊,几句话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故事的内容啊 就是说到,有一个名叫这个卡拉的白银 卡拉白银的这个女圣务士啊 率领了一帮这个圣战军决定要杀到地狱啊 要通过龙毛堡的那个地方残存的一个通往地狱的传送门啊 去往这个地狱 然后呢,在地狱里去找回那些被鲁结的灵魂啊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但是他的这个圣战军呢,一路杀过去呢 在路途上呢,产生了很多的难民和很多的这个流离失所的人 并且极大程度呢,影响到了伯德之门,深水城等几国的几个城市的这个贸易啊 所以呢,深水城和这个伯德之门组建了一个联军 要去这个讨伐他啊,这样的一个事情 而我们一代的主角查内姆啊 就是这个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啊 那这个联军呢,当时呢,行进到了一个地方啊 叫做马里斯凯尔桥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 这个桥的位置很特殊啊 它是在我们伯德之门通往龙毛堡要过的那条河的这个算是一个必经之路上啊 那这个桥呢,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在里面啊 这座桥是当年这个发生这个动荡之年啊 就是埃歐派许多神下凡去寻找命运石板的那个年代啊 这个查内姆的真正的这个生父啊 我们的死亡三神巴尔所与命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在这座桥上 所以当查内姆呢,行军率领军队经过这个桥啊 从这个桥上走过的时候呢 查内姆心中就突然这个有了一个变化 然后整个人就晕倒了在了原地啊 当他苏醒来的时候呢 在他的这个身体下面啊 出现了这个巴尔的这个圣灰的这个图案啊 所有的这个联军的人呢 当时在场的人呢 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 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这个敬畏或者是害怕之情就更严重了 这边能找到一个提普林的尸体 我们可以跟他稍微的对话一下啊 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剧情 在这边传送的这个地方上面其实是有剧情的啊 但我们既然开了传送门可以一会儿再回去啊 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故事讲完啊 这里提到呢 这个提普林其实也是从翠瑞潜艇跑过来的 然后这个牛突然的发狂了啊 然后出了事啊 然后就死在了这里啊 这边的这头牛也在这里啊 然后呢 当时呢 这个查内姆除了晕倒了之外呢 他在就又就又做了一个梦啊 在这个梦里呢 他看到了当时这个巴尔是死的时候的情景啊 看到了巴尔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在往这边走呢 就是通往这个养育间的那条路啊 是我们来到这一章的另一条路的这个位置了啊 那这个说到巴尔的死啊 实际上就又可以讲很长很长的一个故事啊 因为它涉及到了三本书啊 也叫做圣者三部曲的这样的三本书 讲的呢是有关巴尔的死 甚至有关很多的神奇啊 包括我们的魔法女神 午夜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故事啊 如果想听的小伙伴多呢 我们后面再考虑讲 因为他跟我们的这个博德之门的 整个的流程其实关系不太大 包括我们一代的剧情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回顾贾希拉相关的内容啊 其实一代和二段的剧情 跟我们的这个博德之门的三代的关系 也不是非常的大 他跟主线的联系不是很紧密 看大家说是想不想听更多扩展的故事 还是只是跟这个主线有关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弹幕当中 下面留言 我会根据大家的留言情况 来决定后边的内容 到底讲些什么内容啊 然后呢 这个 他就看到了他的父亲啊 这个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当他醒过来之后呢 他梦中的那个东宝男啊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告诉他 他可以 就是他说他浪费了这个神之血脉啊 教导他说什么 这个凯拉白银啊 他身上只有稀薄的白银血脉 但是他却利用自己的血脉 去干一番事业 而我们这个查内摩 空有这个半神之血啊 在身上 但是这个却没有很好的利用啊 这个鼓励他去这个觉醒体内的 这样的一个巴尔之血的血脉 然后 这个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诡异的事情吧 然后整个联军的士气呢 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随后呢 这个军队呢 继续往前走呢 就跟另外两路的大军会合了 这两路大军呢 分别来自于这个深水城和这个匕首滩 这两路大军的这个领军人啊 也就通过这个战士们的这个口口相传 得知了这个查内姆曾经遇到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心里呢 都各自有自己的小九九啊 都打着自己的算盘 然后三路大军会合之后呢 其实也就来到了这个 这个龙毛堡的这个城的外围啊 已经离工程很近了 当时呢 龙毛堡的整个城呢 防御的其实还是很好的 这里呢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给大家看一下 从这个养育间到这儿出来 这里有一个小塔楼 后边有一片小区域啊 这个地方呢 能拿到一封信啊 我就觉得博德之门 或者是拉人的游戏做得好呢 因为它的世界观刻画很完整啊 这封信描述的就是当时这个 雷文斯小镇的一些真正的 这个居民在当时面对这个 幽影诅咒降临的时候的一些 真实的故事或者是写照吧 写的还是很生动的 是一个孩子的角度去写的 写给妈妈的信啊 抱歉我一点都不勇敢 看到这里其实还是很难过的啊 就是想象着当年这个诅咒 降下来的时候 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人啊 在面对这个诅咒的时候的 这个绝望的心情 是可以被想象的啊 然后这边有一些很简单的 还是之前的这个枯藤怪啊 我这里就边讲故事边打了 我在嘴上说话的时候吧 战斗都是瞎打的啊 很多小伙伴也都看出来了 因为一新二用的确比较难啊 所以反正战斗也不难 就随便打一打就算了啊 你们就不要太在意这件事啊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说 三个这个联军啊 在这个龙王宝的这个城下会合 然后龙王宝呢 作为一个这个 被算是一个堡垒一样的城市吧 其实它的这个防御还是很好的 但是龙王宝的地下呢 有一个下水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水系统呢 打到这个龙王宝的内部去啊 然后然后去这个 去实现他们的一些战略的目的和意图啊 当时呢几大联军硬伤了 因为这个查内姆当时的实力是非常的强大 一合计啊 就想让查内姆呢 先去这个潜入到这个下水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去 这个打入到内部 去抓一个我们的这个凯拉白银的智囊 或者是在他身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的一个人啊 一个叫做海夫男的一个 一个祭司或者说是一个牧师啊 这样的一个人啊 然后呢 我发现这个bug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啊 就是偷袭近战的这个bug 以前呢 我们偷袭近战的这样近战是会丢动作的啊 我们现在再来 哎 这个丢了 嗯 但为什么他没有丢 我没有切回合制啊 但是第一个扔火球的这个人没有丢 真神奇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个东西究竟是怎么算的啊 反正有的人会丢 有的人不会啊 那不管了啊 然后呢说到这个卡 这个海夫男的这个人呢 我们的主角啊就带着他的这个伙伴们啊 就潜入到了这个下水道系统 并逐渐的发现了这个凯拉白银的所所谓的这一套数料军啊 背后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或者是隐藏的这个真正的秘密在里面啊 那这个真正的秘密的有关系的呢 就其实就是跟这个叫做海夫男的人有关啊 这个海夫男呢实际上是被一个魔鬼派来的 他身上是他身上是牵了魔器的啊 他这个是有点像是邪术师的这个感觉 跟魔鬼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契约 那这个契约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这个魔鬼啊 实际上是这个魔鬼想通过凡人之手啊 主动的把这个从地狱的这个大门给他打开啊 嗯就是利用凡人的手 这个从反面把这个门打开来谋取更多的利益 而我们的这个凯拉白银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的是被利用了 但是呢当他们利用 为什么他们会选中凯拉白银呢 就是因为白银血脉身上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神之血脉在里的 而这个 而这个凯拉白银呢 由于他的这个神之血脉的这个血脉比较比较稀薄啊 所以呢没有能够这个 不能够真正作为打开这个木屋的一个 打开这个通道的一个媒介 而打开这个通道的需要更加这个 更加纯正的吧这个神之血脉 所以他们后来呢才把我们的这个目标转向到了查内姆啊 也是为什么查内姆会在博德之门的这个城市里被 呃袭击被偷袭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就是因为想要他体内的巴尔的血脉来打开这个传送门啊 嗯然后呢就得知了这个背后的阴谋之后啊 虽然得知了这个背后的阴谋 但是由于没有办法把这个阴谋呢 跟这个凯拉白银诉说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两军白对垒的这个阵势已经摆开了 大战一出即发 也没有办法阻止啊 最后这个战争还是打了起来啊 但是打了起来呢之后 到最后呢这个打到城内啊 这个查内姆带着他的这个士兵们 一路高歌猛进啊 打到这个城市内之后 嗯这个最终走到了这个传送门的旁边 还是被这个海夫男给暗算了 利用了这个凯拉白银的这个战力啊 把这个地狱之门 还是利用了查内姆留下来的一些血液啊 通过偷袭的方式啊 把这个门还是最终打开了 那最后的这个整个的DLC最后的一个章节呢 其实就是发生在地狱的这个场景里啊 那在地狱的场景里呢 我们也知道了更深层的关于凯拉白银 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打开这道门的原因啊 凯拉白银呢 小的时候不之前不是讲过 他的这个属于这个白银骑士团 白银骑士团里边呢 有一个传奇圣武士也叫他的 也就是他的叔叔啊 而他的叔叔呢 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消失失踪不见了 之所以失踪不见呢 是因为白银啊 其实是因为凯拉在九岁的时候啊 因为武士团念了这个咒语 在自己家的这个图书馆里 念动了一个咒语啊 师团呢 把这个一个恶魔给放了出来 一个魔鬼给放了出来 然后灵魂呢 就被这个魔鬼给控制住了 最后呢 是他的叔叔杀到了地狱啊 把他的这个灵魂通过交易的方式 用自己的灵魂 把这个侄女的灵魂给算是给换了出来啊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所以呢 这个凯拉白银从小就发誓啊 他一定要杀回地狱 去把自己的叔叔给救出来啊 这也是他这么容易被这个海夫男利用 然后犯下 不能说犯下一系列错吧 他的本意是好的啊 这个最终导致了这一系列的灾难的发生的原因 最终呢 这个在最终章章节里啊 我们的凯拉白银甚至跟这个查内姆变成了一对的人啊 这个两边算是这个化敌为友了 然后共同的击败了很多的恶魔灵主啊 并且呢 这个打破了海夫男的阴谋啊 等等的一系列吧 最终还是把自己啊 这个叔叔的灵魂给放了出来啊 但是呢 这一切不是没有代价的 当他们再次回到这个传送门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传送门想要再次被关闭啊 必须要有一个人留在这个地狱里啊 这个时候的凯拉白银作为一个 洛杉达的圣武士啊 就表现出来了自己真正的这个 手续善良的一面 他主动要求 因为的确也跟他的抉择有关啊 他主动要求留在这个地狱的这个位面里啊 并且永远的去守护的这个传送门的位置 让以后这个门再也不会被打开啊 他主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最终呢 他就真的也被留在了地狱那一边啊 那然后呢 查内姆呢 就带着自己的小队啊 然后封闭了所谓的这个地狱传送门 也就成为了这个整个剑弯的英雄啊 也就是说从一代啊 他刚开始只是博德之门的英雄 现在呢 又成为了剑弯的英雄 以剑弯的英雄的这个姿态的回归啊 回到了我们的这个主旨位面啊 回到了我们的剑弯 那你以为啊 事情故事到这里是不是就应该划上节点了 实际上不是啊 真正的高潮或者是真正的影子才在这里刚刚开始啊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故事中讲解的时候呢 提到过一个 大公爵 我们先打开这个箱子看一下 这个箱子里有一个冰霜王子的项链啊 拿一下啊 那这边也就算是打开了 还剩下最后这一点啊 这一点其实我记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就剪剪垃圾一个拿奖的故事啊 然后呢 这个 真正的这个阴谋 或者是真正的内容才在这里 才刚开始啊 刚开始展露头角啊 当这个 当天晚上啊 这个大军刚刚胜利的这一天晚上 查内姆呢又做了一个梦 我们之前说过啊 这个 活动之门的大公爵 银顿大公爵 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了查内姆啊 让他就跟随着随军啊 一起去 这个一世掌掌见识 二世也希望他历练历练 其实呢 这个他的姑娘呢 叫史基 史基在这一路上起了很多的副作用啊 就是各种 就是又大小姐脾气啊 又这个什么不听军令啊 等等吧 一系列的副作用的作用 他都他都干了啊 啊 但是呢 最终呢 他还是平安的从这个战场上回来了 虽然平安的从这个战场上回来了呢 但是 嗯 在那天晚上 在这个 庆功宴的那天晚上 查内姆的梦里啊 这个史基啊 就变成了这个杀戮者的形态啊 然后那个东茂南又出现了啊 那出现的这个史基和杀戮者呢 嗯 然后查内姆当时啊 就因为恐惧自己的 他其实查内姆内心一直很担心自己啊 就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变为现实啊 担心啊 自己真的会因为控制不了自己体内的这个巴尔的血脉 而做出什么超格的事啊 所以呢 当他见到这个杀戮者的时候呢 他就在梦中啊 推荐把这个杀戮者给杀了啊 那他在梦中做的事呢 非常的不幸啊 就变成了现实 等他在一觉醒过来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史基的尸体真的在自己脚下 而这个自己手里的这个刀呢 拿这个滴满了鲜血啊 而更更更可怕的事情呢 就是当这个自己刚醒过来啊 一众人就把他围了起来啊 所有的联军里的主要的大大小小的头目手脑啊 就都围了过来啊 就都看到了这一幕啊 就是你想瞒啊 你都瞒不住啊 就是啊 我们的这个银盾大公爵 仅剩的唯一的血脉啊 他的女儿啊 就死在了查内姆的手里啊 并且他的这个死呢 还不是我们 呃 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普通的死亡啊 普通的死亡呢 我们是可以用牧师的回生术 其实是可以 花大代价是可以复活的 但是这个死鸡的死亡呢 他的灵魂也被囚禁了起来啊 是没有办法再复活的 然后呢 查内姆就又被犯人的形式啊 压回了伯德之门啊 那这里就不得不说 其实是很讽刺的一件事啊 那查内姆出征的时候 这个民众是夹道欢迎 查内姆回来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就对他提指点点啊 说这个果然是巴尔之子啊 这个体内的这个邪恶是控制不住的啊 果然做出了一个不可原谅的事情啊 然后呢 这个银顿大公爵也完全不能原谅他 就一直想要让这个杀了他 但是我们都知道 伯德之门的大公爵体系 其实是有四个人啊 有四个人投票来决议的啊 那其他几个大公爵呢 由于我们的这个查内姆 真的是为伯德之门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 所以最终啊 这个大公爵们的投票的决议呢 其实是并没有真的去 因此而杀死查内姆 而是 而是选择了这个 把这个查内姆流放 让他永远不得再回到伯德之门啊 所以呢 这个整个DLC的最后啊 这个查内姆就是通过一个 像是暗道一样的地方吧 离开了这个伯德之门的这座城市 而他的一些好朋友们 包括这个爱萌 包括贾希拉等等的这些同伴们 在这个暗道的出口等着这个查内姆的归来 但是故事的最后呢 在这一个小队刚刚聚齐的时候 一个阴影啊 一个阴霾笼罩了大家 一个迷雾笼罩了大家 由此引出了二代的故事啊 这就整个是龙毛宝DLC的全部的剧情啊 不得不说后边的这些转折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一波三折的 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灰尔人身上 能捡到一个灰赤猴的日志啊 稍微的读一下 这里提到了啊 尼那 这其实就是尼那派过来的这个灰尔人来执行侦查任务的啊 啊 然后这个任务是好像拿不拿都无所谓 可能这个剧情我们都已经完成了 我没发现这个日志跟哪个任务关联啊 就不管了啊 然后我们再次回到我们之前开的那个传送阵的这个位置啊 我们上一期拿了一个虫子 我们把这个虫子点了 嗯 我看一下啊 其实点打都无所谓啊 主要是为了堆高这个市强凌弱的预值 剩下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重要啊 都没有特别强啊 点个魅惑吧 偶尔还能用一用啊 点一个魅惑 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 这个边的这个位置 现在上去 这里还有一个小支线 有一个捉迷藏的小支线啊 这里呢 我们要去把这个人物换一下 换出我们几个队友 这里刚好短休 我们已经用完了 我们这里就进行一次长修好了 在进行长修之前有些剧情 先看看阿斯戴伦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这个剧情我好像还是没看过啊 没有啥印象 其实阿斯戴伦的个人线 我做的很少啊 这周目争取多补一些吧 但好感度还是有点低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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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机器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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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机器 操控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发现那种 有些人 看你 我看你 我不是一个人的 所以他是鼓勵我们用独心魔蝌蚪是这个意思吗 志同道合 啊就这就出这个 好像没说什么特别有用的嘛 睡觉 我们来给卡拉克进行一下加点 卡拉克呢我们八级的卡拉克 我之前说过可以考虑去再拿三级的游荡者 再去拿一个复赠动作 但是在满足等级要求之前其实还不急 就是我们是五战士二游侠三游荡者 然后十几十一级就洗回十一级的纯实战士拿三打 本来我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后三级呢其实不着急点 为什么因为在拿复赠之前 在达到这个十级之前啊 前两级游荡者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的啊 有一些但是意义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不妨呢先去拿一个专场啊这里可以先把这个警觉啊再点一级战士把这个警觉给出了啊 呃脚底抹油其实没有什么用我们换一个吧换一个这个雨落术 雨落术也是仪式法术啊可以没事就放啊 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要去给这个我们的卡拉克拿一个新的武器了啊这个卡拉克一直用的这个武器都很都很一般啊 然后这个灵药系统呢我们之前其实都没怎么用过啊 我们可以在左下角一键调配所有素材呢把一些材料进行一个粗加工 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来做一些灵药 首先最强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力量类的药水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嗜血灵药 这嗜血灵药非常的烈 但嗜血灵药的数量呢其实比较有限啊 一般来说除非在第三章我可能会在第三章的时候开始让这个不能喝力量药水的人其他人喝这个嗜血灵药 但在现在就喝还是有一点奢侈啊 那另外比较厉害的灵药呢 比如说这个警觉灵药也是不错的啊 英勇灵药也还行啊 英勇灵药也还不错啊 然后束缚灵药是给这个法师喝的就是你既不想穿这个重甲又AC又很低啊 这是能直接把AC加到16啊 但是我们的整个队伍里的这个AC其实都比16高啊 这个东西用处就不大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药水也可以做一做啊 其中其实用的最长的还是速度自由 其他的药水呢用的其实都不多啊 但是能做的话我们就把这些道具全都做吧 具象流样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玩法的 我这里就不去那啥了 我这里不去整活了啊 这边都调配完 炸弹其实没有啥 包括涂层啊 其实什么像是精准油啊 这些我们之前用的也很少啊 可以再涂一涂用起来 这样我们的这个命中也有保障 那实际上马上我们就要不缺命中了啊 然后呢我们这个药水调配完之后呢 给我们的法师们也喝一些啊 我看一下 首先我们的这个主角啊 主角的话呢可以喝一些啊 比如说喝一个警觉领药因为我们没点这个因为我们点了兼职啊 我们没有出第二个专长我们是没有警觉专长的啊 主角可以喝一个哎 把这个顶掉了啊 我多等啊 给我们的主角喝一个这个警觉领药 给我们的牧师影心喝一个这个奥数啊 卓越专注领药 可以让我们在维持专注的时候还是取得优势啊 这些都不错啊 可以喝一下 但是这个卓越专注领药跟这个体质豁免的这个优势不知道是不是叠加啊 如果叠加的话可能用处就稍差一点 如果不就是如果不叠加的话可能用处稍差一点 如果叠加的话还是挺不错的啊 反正这个东西不喝后边也是浪费啊 我们就开始喝起来啊 每一个灵药都是可以维持到长修的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 这边有一个小男孩在这里啊 我们选上我们的主角魅力比较高啊 去跟这个小男孩对一下话 这个剧情还挺有意思的吧 他叫Oliver 是个异色童哎 你是谁啊 他明显已经被英勇诅咒给侵蚀了 没有其他人吗 这里我们陪他玩猪蚀蚀你继续问的话呢 其实也问不出来 所以根本就不是亲生的 没有真正的家人 那我们就跟他玩吧 一共要玩两次猪蚀藏 然后他就跑掉了 先让他藏 我们先把这儿的东西拿一拿 这里有一个死掉的吉祥基战士 可以用死者交谈聊一聊 其实没有太多的东西啊 这里能拿到一个精神意志之界 然后填一下包 然后呢他也 你怎么没藏啊 本来应该看不见的 这回连藏都没藏 本来应该是看不见的啊 这应该要察觉一下的 他都绿了啊 那我们再玩一次吧 这变得好诡异啊 然后我们就立刻会进入强制 就是回来这么个事 然后就可以看到 他的妈咪 的爹地了 史上最强老父亲啊 这个叫父亲 七级 这是什么 世上只有妈妈好 干尸 然后还有他的狗狗啊 这边 狗狗 都是这三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 呃 其实不用所有人都进站 我们可以留一个人在外边 然后其他人呢 去把这个父亲和母亲干掉 把这个狗给留下来啊 呃 有用处 这样可以 一是额外多拿经验 二是能拿激励点啊 我们的这个 画外知名的这个激励点 要求我们是不能 呃 不能那个啥的啊 不能 不能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都杀死啊 并且完成两次猪蜜场啊 所以最后我们就把这个狗给留下来啊 其他的都给杀死就好了 我们看看怎么弄啊 这里退出回合制呢 他们两个就会 他们就会动起来啊 他们又会动起来 会来找我们啊 就真是猪蜜藏的那个感觉啊 就随便随便打一打 这边进战斗了啊 然后我又有完整回合了 对吧 能不能直接够的啊 够不到啊 利用我们的两个强势物理啊 就尽可能的把他们直接就打死 能不能打死 别让我失望好吧 上一个吧 哎我现在这个点黑 上了我都担心打不中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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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80经验正经不少的 正经不少的 我们这两个人没进战 最终留一个不要进战啊 最好留主角 因为我们主角有隐身术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 路径被打断 然后我们上一个这个 确保能给他打死 最好一回合能打死 瞄角 瞄角 差一点 差四选啊 隐心能不能给收了 补一下 隐心用个 用个那啥吧 毁免成功 仍然有一半伤害 可以 哎 绝了 绝了啊 那就让 让狗动一下吧 没事问题不大 绝了 还不如平A一下 好啊 然后这里打完 我们让这个主角 主角这里 开一个隐身术 我们有隐身术戒指 然后我们赶紧走 赶紧走啊 从个岛 卡住啊 这只狗不要死 然后跟这个奥里夫对话 就可以了 就完成了 来 资格是赞同 这里又拿到了奖励 又会拿到激励点啊 这边能拿到一个暗影之界 然后孩童游戏的这个激励点 就能拿到了啊 否则 孩童游戏的这个激励点 不好拿啊 然后我们这个 呃 流浪儿还有一个激励点 童心未敏啊 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看这个孩童游戏就可以了 不惊动 幽影生物的情况下 在捉迷藏中 战胜奥里夫啊 其实我们惊动了 对吧 但是我们留了一个啊 就算是没惊动啊 那至此呢 整个这个啊 废弃战场的这部分内容 已经完成了 我们回一趟 捉远旅馆卖一下垃圾啊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一个图前进 我们来到了河边 这边有三个地方可以过到对面 我们就直接走最上面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走哪一个都差不太多 这边直接走过去呢 有一个传送点 我们直接把这个传送点打开 往这边走 这边的这个阴影是属于黑暗更黑的 这样一个部分 如果不拿到那个月亮灯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过来的 然后我记得在这边 这里就有一个传送阵 把这个传送阵打开啊 这个雷斯文小镇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能遇到一个很神秘的NPC 在这里啊 叫做这个科里拉 突然就显现了 可以跟他对一下话 记住这个名字之后 我们还会遇到他 这是什么鬼味道 硫磺的味道 说明他是地狱派来的 那可想而知 他应该是谁派来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这里呢 其实整个雷斯文小镇的 这里边有几个大的地点要去打 里边有三大野兔boss 你可以理解为 三个boss 很有特色的三个boss 然后呢 尼瓦将公会这里是没有战斗的啊 嗯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选择先去把这边全清了 最后再进月初之塔 因为月初之塔算是主线啊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先进月塔 先进月塔呢 我们可以用通过嘴炮的方式呢 先把我们的这个商人全给解锁啊 因为整个月塔那里呢 有很多的这个比较厉害的商人 这边有一场战斗啊 我们先不要着急出发 我们先去把我们厉害的装备先提起啊 然后我们再来打会比较好打一些会好打很多啊 然后我们往这个月塔这边走啊 就这样绕一下能避开所有的战斗啊 然后走到这个月塔的这个反圣这里啊 我们感觉到了 在里边就是凯瑟里克索罗姆所在的位置啊 然后这边又自动存倒啊 因为我们脑子里有虫啊 我们是可以潜入进去的 假装自己是个真魂者就好了 然后门口这两个守卫的脑子里都有虫 杀了可以拿两条虫啊 但是现在先不着急杀 但是真魂者这么高贵的身份 为什么在这手大门 其实不是特别知道 像我一样被祝福的人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 无所谓的 尼娜 尼娜 然后这里提到了泽瑞尔 她希望听见我的消息 以她的名义 赞美至上真神 然后我们这里就算成功潜入了 成功潜入之后呢 可以进去先把主仙触发了 也可以 但是也可以先不进去 把主仙触发的好处呢是 先进来 这就是真神的地方 这里的真数非常的低啊 好处是呢 这个叫做兰安塔夫的这样一个质甲 这样的商人啊 他是有隐藏物品的 我们进去把主仙剧情给触发了之后 能先拿到他的这个隐藏的那些东西啊 但实际上就有一个19AC的重甲 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的这个重甲18 不差这一点AC啊 所以我个人就先不触发这个主线了 我们就来烧平一波 这边一共三个商人 第一个就是这个 兰安塔夫带着你的这个卡拉克 这里是有独特剧情的 这大鸡精长得还怪萌的 那边有一个名字 我希望不会再听到再次 什么是Flo做的呢 我认为她试试她 关于她的商业 Florenta TheGarotta TheCambion I knew back in Avernus She was the closest thing I had to a friend That said She would have choked the life out of me If I ever turned my back on her The fact that she knows where I am or where I might be going It doesn't exactly delight me 这里的BGM好奇怪啊 总绝都不应该想这个BGM 半魔人就是坎比翁 恶魔和人的算是后裔吧 混血 What can I say The bitch had good jokes Enough chatter Your friend gave me three soul coins Said I can sell them If I wanted But if I kept them for you She'd consider it a favor owed Soul coins Has could come in handy 灵魂硬币只有狂暴的时候才能用啊 我们洗职业了 其实这个东西根本来说没有用 但是收集品 而且能看一些剧情 挺有意思的 要给我们讲三个故事 没有听这个求劲的灵魂的故事 我还觉得这家会是闲的 Memorize a bunch of sad stories on her behalf 这老哥叫塔夫突然发现了 很赶紧的 The first coins got the soul of a woman named Mavery Destined to be her soulmate Struck by a card And died a few moments After clapping eyes on our Mavery Poor guy The scud of her soul Is yours now Thanks I guess 的确挺惨的 然后再听第二个 这三个故事后边有没有包袱 我还不知道 第三章我还没打到 不知道有没有包袱 这也太卑鄙了 Karlaks the one said to consume his soul I hear Last ones got the soul of a little boy named Ongear 8 years old 第三个故事的确有点怪 只知道是叫昂格的小男孩 不知道后边有没有什么剧情 然后还给了一遍条 And this slip of scratch Well thanks Flo Hearing a bunch of desperate horror has ruined my day Which I suppose was the point You got three soul coins after the bargain didn't you 这里BGM肯定是卡bug了 是战斗的BGM 好难受 我一会儿要读个档 看看BGM能不能恢复过来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变条 灵魂钱币 我们应该能拿到三个 现在没有八个灵魂钱币了 一共拿到三个 然后能拿到硫磺味变条 这就是那个 他所谓的朋友吧 这个Fluo写给他的 写了个小笑话 这样触发了 这个剧情 然后我们来开始购物 首先大地精这里能买一个智能盾牌 他能加三兼先攻还是挺不错的 并且察觉优势 这盾牌还可以 就是有点贵一千多 其他的 其他的愤怒之心 如果你这个卡拉克没转值 是纯值的野蛮人的话 还挺好 然后有个破拳头盔 这个吧 先攻加一加一DC还可以 但是只能说还可以 而且81块钱这么便宜 那就拿着吧 就拿着 这音乐我觉得还是不对 这盾牌是真的有点贵 决斗者手套 这个东西呢 必须单吃 就是一手拿着武器 就像这个地精一样 只有这个才有效果 也就是说目前 只有我们队里 只有影心能用啊 拿双手武器是不行的 是不加这个攻击之头的加值 所以他用处不大 我就不拿了 或者给威尔也可以 因为他可以加这个 不行 只加近战武器啊 那这个威尔也用不了 也加不了魔能棒 那这就完全没有用了 那就只买这一个盾牌啊 我们钱在这里其实有点紧张啊 但是基本上这一波购物完 就得到小镇那边才购物了 然后就是这个 阿罗阿月光 这是我们之前见过 在地精营地里见过的 这个散打灵会的那个商人 散打灵会的标志 可以跟他稍微对话一下 但其实没啥太多剧情 然后他这里卖一些 特别高级的卷轴啊 然后这个 十四的中甲 一般吧 将敏捷调整值 加我的护甲等级 我这个优雅不一也可以啊 嗯 就一般 而且太贵了 甲真的是太贵了 如果你有武僧的话 你阿手套必买 加徒手伤害 而且还加这个攻击之头 武僧必买啊 武僧在这里能拿到好多的 这个装备啊 嗯 然后看看还有什么 这边有两个长柄 两个长柄 都是双手的长柄武器 然后有一个从未设施的手弩 这个给阿戴伦买了 燃血巨斧 黄金 锄龙 法杖啊 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没啥用 就不拿了 原色物折磨护符 这个东西我们曾经捡过 恶之雷鸣戒指 用处不大 投毒者之戒 用处也不大 然后这个射手帽 也可以给阿斯戴伦戴啊 所以也给他买了 其他的就 没什么了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一七百多块钱啊 也不便宜啊 这是第二个商人 然后我们往这边走 往这个 这边三个地精在这个位置 往这里 主项目完全可以不管啊 不理 从这里走过来 还有一个商人 月塔这里的商人还挺好的 这边这个商人 如果你队伍里有这个阿斯戴伦的话 还能拿一个 很厉害的 这个药 而且还能永久加上力量啊 我们没带阿斯戴伦之后再来找他 他的这个剧情 我们之后再看 他是一个收集血的啊 他可以 我们每个人可以来这里 拿我们自己的鲜血 换一个独一无二的灵药啊 但是每个人只能换一次 我没试过拿那个变形面具变形 能不能多换 这个有知道小伙伴可以说一下 我没试过 我们这里呢 剧情都留到后边来月塔的说 我们先跟他交易 他这里呢 最重要的就是拿这个风险戒指 这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戒指啊 是无脑造优啊 但是豁免简净劣势 豁免简净劣势听起来很吓人 但实际上这个实际用起来 并没有觉得那么伤啊 这东西是这个来自而必备的啊 然后自由动作戒指也还不错啊 不会被劣势地形影响 而且不会被麻痹啊 这个还可以 然后如果你有五僧的话啊 这个优雅不一必满啊 这个优雅不一 跟我们的不一样啊 同样叫优雅不一 但是他这个属性不一样啊 这也是五僧必备的 所以五僧在这个月塔这里是获得大加强的啊 这个能加1DC 但是跟我们之前影心身上的这个 这个火花壁垒相比 他就没有啥优势啊 他就只加1DC 还没有任何的描述啊 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然后还有一个帽子啊 披风可以买一下 披风可以买一下 毕竟我们人披风现在还不足 奥数强化之靴 呃 这个我没怎么用过 赵小伯可以聊一聊 然后狩猎 这个就没啥用了 是在对抗这些法术的时候啊 进行攻击之头啊 对抗受到这些法术影响的时候的攻击之头 这个要求有点多 当然你说给那个谁卡拉特用的话 先上个这个 再上这个 呃 头环 就1DC的价值 反正也还行 呃 或者配合我们的这个谁用 但我看我现在我的头是啥 现在我们的头是猎人印记头 那根本就不可能换 嗯 而且这个东西很贵啊 暂时先不买了 这怎么还是900多 哎 我们重新购物一下啊 就买这仨东西 哎 那这次所有人的架是一样的 都应该魅力对价格有影响吧 这怎么架都一样啊 900多 900多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戒指给卡拉特换上 呃 不是 给给莱泽尔换上 呃 其实这鞋没啥用啊 这鞋我们很少能用上 得采水啊 配水电法还行 现在我们水电法还没成型 所以这鞋暂时没有用啊 我就先带这个戒指 而这个鞋如果不带这个戒指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 反而会坑自己啊 我们先把鞋抛下来 然后给他光脚不所谓的啊 自由动作戒指 我们现在 雷鸣波其实用处不大啊 然后这个是雅斯戴伦的 这个头我们看看 就先收藏吧 盾牌 我觉得这个更好啊 这个可以给威尔或者是盖尔啊 这个智能盾牌给他们用 我们现在就先收在身上 好 那这个准备工作做完 我们传回到这个雷斯文小镇这里 我们开始一点点探索 这一期由于前面耽误了一点时间 我们这里这一期就先把这个尼马匠的这边探完啊 下一期呢我们再往别的地方走啊 我们要去给卡拉克拿一个装备 被尼马匠这里呢 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调查过好几次出现好几次这个任务提示的那个叫做塞伦涅的信徒的一个藏身点吧 后来这个小镇不是被沙尔的信徒给控制了吗 所以塞伦涅的信徒只能转战地下了 他们的这个地下藏身点 然后这里没有任何的战斗 整个的这个这个位置是没有任何战斗的 我们可以稍微的溜达溜达 然后这里好像工会工匠有这个激励点 就是调查这个尼马匠的故事啊 以及塞伦涅的这个故事是工会工匠有一个激励点 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人啊 所以我们也没有激励点 我们直接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能拿到楼上好像只有一块地狱帖 我们记错的话 但地狱帖我现在拿着目前好像没有什么用了啊 做了带魔的任务修了卡拉克的引擎地狱帖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用处 调查一下啊 这里 这里要过一个查局才能调查出来 外面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进去 屋里有一块地狱帖 在这边的这个桌子上 这里 能捡一块啊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垃圾了啊 想捡就自己捡一捡探一探啊 没有啥太多的 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后边过去 后边是有别有洞天的啊 我们先不着急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毛了 我们要下到地下去啊 在这里有一个地下室 开到地下室去 然后呢 这边没什么东西啊 这边有一个摄像梯 我们后边可以从这个摄像梯回去 然后在这个地下室 这里要过一个查局 有一个按钮 我们把这边的这道门打开 然后这里的用的就是那个塔形钥匙 我们上之前还说不知道啥用的那个钥匙 就是那个 马蒂斯卖的那个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石匠的笔记 恭喜你找的地方的小偷 但是你的旅程到此为止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提示 告诉我们 这里其实有很多的机关陷阱啊 主要就是这个箱子 你过了查局会发现 这里边是有这个陷阱的 但其实不值得一拆 因为这个箱子是空的啥也没有 而且这个箱子一旦拆了 这边会升起两个铁门 这边还会弹一排陷阱出来 没有必要啊 没啥好东西 我们直接就不理它 过去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往里走 再走到里边 有战斗啊 有一场 然后这里有一场 但都是阴影啊 这没啥好的啥的 随便打一打 我们这里的战斗就跳过了 好 战斗打完 我们可以看一下说字上的两个姓啊 一个是十将 十将记录啊 这里提到了索姆家族啊 我们这个凯瑟里克索姆啊 他所在的这个家族也是雷斯文小镇上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了 曾经是这个塞伦涅的信徒啊 这里提到了啊 或者是我们是这么相信的 凯瑟里克的皈依呢 可能只是因为梅洛蒂亚 梅洛蒂亚这个名字 实际上是凯瑟里克的 呃 爱人 或者是他的妻子 现在他死了 然后是凯瑟里克的女儿也死了 他的信仰也随之死去了 然后转向了沙尔 这里描述的就是凯瑟里克之所以 从第一个神变到第二个神的信仰的一个游览啊 令人难以置信 然后呢 他信了沙尔之后呢 这个麾下的暗夜法官与日之增啊 并且在这个曾经是这个专门信 不能叫专门信 大量的人信赛伦涅的这个小镇上 留下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 做下了很多的恶行吧 然后呢 他和他的兄弟 这个石匠和这个石匠的兄弟嘛 是少数还在信赛伦涅的人 成为这个小镇上最后的这个赛伦涅的信徒啊 然后做了一个地下的组织啊 每晚去朝拜啊 怎么怎么样的啊 然后最终肯定也是失败了 最终没有抵方的两 然后看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 这个任务其实没啥东西 就有一点经验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石匠的信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个石匠的信呢 是写给这个叫做哈佛瑞的 这样的一个人啊 他说呢 我们之前就是曾经警告过 这个凯瑟里克索姆的恶意啊 但是这个这封信其实告诉我们了这个石匠其实是修建月初之塔的这个人啊 这个塔是他修的啊 他后来呢就后悔了自己做的这件事 本来想利用他对于这个塔的结构的了解想去破坏啊 但最终可能还是没能成功啊 描述了这样的一个事 然后最里边这里呢有一个陷阱箱 这里边有一个头盔 我记得啊 我们先把这个陷阱拆一下 然后两边呢 这个书架上有一些卷轴 没什么太特别的 就不给大家看了 我一会自己拿了就给大家看了 陷阱一拆把锁一撬啊 因为我们加成很高啊 所以我还是习惯撬锁 这里能拿到战法师的骄傲 这个装备还可以吧 能够得一个奥数敏锐 能加我们的法术DC啊 应该还可以 但是他需要我们用近这个武器攻击造成伤害的时候 才能用这个奥数敏锐 我现在目前想到的是 他比较适合剑武师用 其他的职业可能用武器伤害造成的概率不太多 然后这里我捡一点垃圾 稍微回来给大家看 在旁边这里呢有一个月初之塔图纸 看了之后呢 我们知道这个月初之塔的监狱里藏着什么东西啊 然后呢 这里能察觉出一个按钮 能打开一个密室 在这个密室里 我记得就一些卷轴和药水啊 没什么太多东西 就有两箱子 一个是卷轴 一个药水啊 就没什么东西了 从这里面出来 我们从这个摄像机就可以直接上去啊 出来就会在这个工会的二楼啊 在二楼这里 屋里我记得没啥东西 就几个桶子啊 有几个凿子什么的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上来的这个宁碗将姑会的这里 然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有一个墓园啊 这个墓园里边有三个装备啊 有三个装备 我记得是三个啊 首先这儿的尸体能拿到爱真爱之斧 这是一个对戒啊 这是一双一对魔法指环中的一只 他可以让两个人连这个守护之恋的这个能力 也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写了他跟他妻子的这个爱情故事啊 哎 这是第一个装备 先把这边的这个那个谁的剧情触发了吧 这个叫做阿拉贝尔的剧情啊 阿拉贝尔这里有基地点的 我看一眼啊 这里得换上威尔把威尔换回来 换了威尔之后 我们回来跟这个阿拉贝尔对话 阿拉贝尔还记得吗 是我们在德鲁伊林地里 那个被蛇吓唬的那个小姑娘 我们救回来的那个提芬林小姑娘 偷雕像的那个啊 他不是一般人啊 后面藏着很多剧情 他一个人在这里啊 而且获得了很强的这个德鲁伊魔法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他能操纵藤蔓 金飞西比了已经 差点被卡哈杀掉杀掉那个小姑娘 但是他爸妈不在这里啊 很奇怪 只有他一个人 你是从哪里学的啊 是那个西班纳斯的雕像 改变了他 这魔法天赋超乎寻常啊 你父母呢 这眼睛是怎么回事 这眼睛应该是个bug吧 我帮他找父母 这里劝他回营地 我没试过劝他回旅馆 会有啥区别 我每次都是劝他回营地啊 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嗯 回营地主要是威尔 还有一点激励点 而且去营地才能触发 这个跟耶格的剧情啊 然后伟大降临其上 威尔有一点激励点 可以把这两个应用杀了 拿一点经验 然后我们先不着急往前走啊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 墓园这个位置啊 然后继续往这个墓园里边探索 浪漫门找到那个尸体对面 这里有一个锁着的门 这个墓园里有好多墓碑啊 每一个墓碑都是有剧情和对话在里边的 非常的多啊 描写的背景故事描写的很 很详细啊 不是对话 是配音 有这个配音和这个文字在 然后这里呢 描述的也是凯瑟里克带领了沙尔的信徒 来这个酝酿战争的时候 是一个小镇的人流离失所的一个情景啊 曾经美丽的小村庄啊 最终被摧毁了啊 然后这边的棺材里 我们能拿到一个假死之靴啊 我们那个谁不是没有血吗 可以给他穿上假死之靴 给一个假死树 可以用吧 但是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能拿抗性啊 那我们一般没有动作去放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墓碑啊 就都是有描述的 这里能剪一个死亡玫瑰啊 这个玫瑰剪着 是我们后边能做一个比较厉害的毒药的一个材料啊 你看每个墓碑都有配音啊 每一个都有啊 而且都不一样啊 这个就很难得了 不得不说工作量之大之细啊 然后在这个棺材里能拿到兵士长袍啊 这里的三个装备我们就算是拿齐了 拿完之后呢 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往上走啊 往上走 走到上面 上面呢 能触发这个谁的剧情 沙尔选民 因为这边是沙尔神殿啊 能触发 拉菲尔后边的剧情 可以跟拉菲尔对话一下 这里就是沙尔的神殿了 但是不要着急进啊 我们这个进了沙尔神殿 后边的图就回不去了 their head did not consider the peace of the dead through the dark she went creeping and awoke what was sleeping a new grave they dug which she herself fed ooh spooky 我只能保护我的資本 我都很羨慕你,你知道,在我的方式 我只想你提醒你的危險 哦 我們都知道他們快要被解釋 我會不會讓我去買你 我可以让你进入 但我可以 設立了一场 作为你 作为你的招待 有一个阻值 在暗中的暗中 在当时有大广场 在时间的暗中 其的演员都在暗中 在暗中的暗中 在暗中的暗中的暗中 如果你 这提到的其实是沙尔神殿的事 可以再让他多说一点 32 我的天 我们已经接了两个跟魔鬼有关的任务了 一个是弥索拉让我们救一个魔鬼 一个是拉菲尔让我们去杀一个魔鬼 好好好 这两个弥索说的 怎么觉得有点sexy的感觉啊 你在害怕是吗 这是我们帮助那个谁的代价 帮助阿塞伦的代价 只有完成这个任务他才会帮阿塞伦解毒那个地狱夫人啊 永远别欠魔鬼的债啊 所以这里苍白精灵的任务会更新 这里的垃圾可以捡一下 但我记得好像这有一个东西吧 好像这边没啥太特别的 坟墓里也可以挖一挖 但是没啥特别的东西 看一眼 主要是我们要去海边那里 去给我们的卡拉克拿装备 卡拉克这个装备已经用了太久了 哎又捡了一堆破烂又抽中 盾牌给 好然后我们这里最重要的 有把这个夫人也打开 然后我们沿着这条路 呃不是这边反了反了 因为这边往那个深处走 这边下去啊 这里 这里有很多的鱼人啊 那个鱼人拿的那个装备很好啊 可以给卡拉克用是头智流的 呃算是在这一张能够可堪用的武器吧 啊 鱼人因为很简单啊 我就不给大家录出来 因为这期视频可能已经挺长了啊 我这个鱼人的战斗就跳过去了 这边如果察觉成功的话 还是能看到这边好多好多鱼人啊 有十来只的样子吧 啊 然后可以先手打他们个措耳不及 好打完这边鱼人 我们能从这个鱼人的这个首领身上 一共能拿到两个啊 一共两个首领能拿到这个闪电混语 这是一个头智的短毛 可以让我们在投掷的时候额外造成1d4的负伤啊 这个很不错啊 这个1d4的负伤还能再触发我们的那个两个头智 一个是头智戒指 一个是我们的头智手套啊 所以我们的伤害就又增加了 我们就可以换上这个东西了 这个毛终于可以下岗了 然后换上这个毛 同时你一定要记得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奥法骑士的这个武器绑定 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武器就可以一直回首了 跟我们的这个回旋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 然后这边除了捡一些鱼人的战利品以外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啊 有个小纸条的 我记得没有啥东西 有什么箱子 可以看一眼 也没啥好东西啊 然后看一眼笔记 钓鱼现场稍后再见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暗道的 这个暗道是通往我们的另外一个位置了 那个叫做治疗中心的那边 我们下一期再去把治疗中心的内容给大家打完 好的 那本期视频下面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 千万别忘了多多转发 多多支持小米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大家拜拜